第十五章 春蚕节俭 寝殿 楚王宫 青色的沙漫连龙被微风吹得柔柔款白 此时已是深夜 世人立于殿外守候 殿内本该翘无声息 却不时从紫山木岸上传来轻微的塑响 沉睡得顾裂眉头微眯 侧过身去 像是睡不安稳 紫山木岸上的木盒里 一条圆滚滚的白蚕 慢吞吞地从一片桑叶移到另一片桑叶上 待了半晌 没有再吃桑叶 绕爬起来 顾裂又翻了个身 他心里隐隐明白自己是在做梦 自前十八岁之后 他就不曾再有梦魇 今日为何会忽然沉入梦乡 然而人在睡梦之中 毕竟是无法控制所思所想 顾裂这点清醒的念头 转瞬即逝 迅速被梦境淹没了 水 上下左右都是无边无际的水 喉咙因枪水而烧痛 他试图游出水面 可身上的衣服太沉太重 挣扎都显得是徒劳的 水上的天光被他奋力浮水的动作 化得零碎鬼乱 落入眼中似乎更加遥不可及 身边到脚下层层叠身的黑暗 仿佛在诱惑他放弃挣扎 沉入可以好好安息的宁静之地 可他死了 谁来为楚故邦灭族之仇 谁来亡言复楚呢 他紧咬牙关 在生死一线间凭空得来一股力气 盼死上游 终于破开了水面 香甜的空气涌入鼻息 他在筋疲力竭之前爬上了河岸 你 你没死 太好了 他抬起头 一个面目不清的半大小子 对他惊喜大喊 他低头看向自己的装束 果然是湿透的女童群居 约莫是十岁左右 未夺追兵 养父将他扮成女童 在一个较为偏僻的村庄 住了大半年 是梦 顾烈冷静地想 为何忽然梦及逃亡就是 他张了张口 想说别管我 滚开 但梦里的他 还是如当年一样 因为体力耗尽 而昏了过去 那个被顾烈 不理不睬的态度惹怒 失手将顾烈 推下河的半大小子 心存愧疚 把昏倒的他抱回了家 顶着娘亲的骂 要求娘亲 帮他换下十一 犬子命数太轻 多灾多难 养父和颜悦色地 对送他回家的女子解释 庙里说 只能当作女孩养 才能养大 否则 哎 纹身 也是为此缘故 女子不慎唏嘘 再三为儿子的莽撞赔不适 爱怜地揉揉他的脑袋 这才离去 傍晚 女子又送来一碗鸡汤 说是儿子不懂事 非闹着要吃 只得宰了鸡 分顾烈一碗 当作赔罪 他尝不出滋味好坏 好歹是知晓礼节 不用养父提点 有模有样地说多谢 夸滋味甚好 再醒来 是半夜深耕 养父背着包袱 抱着他匆匆踏上逃亡之路 他抱着养父肩膊 手脚冰凉 眼睁睁看着 他们身后的漫天火光 顾烈 他听见养父咬牙切齿地说 你记住 这家无辜母子 是因你而死 你背着楚姑灭族之仇 怎还能如此贪婉 如此言行不慎 何谈亡烟付楚 他认错 是他不该给那对母子接近的机会 是他不够警惕 使得无辜丧命 那火光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逐渐湮灭在浓重夜色中 顾烈睁开眼醒来 青涩沙漫外亮有两只烛火 映出萌萌妹妹的微光 顾烈起身 他这软鞋走到不再发出声响的紫山木岸边 木盒中的白残将自己团在角落 从口气中缓缓吐出软白细丝 绕在深周 春残节俭了 威远城是青州巨城 夏林烟波浩渺的平湖 尚有世山山脉 一手南宫 他与青州底下的荆州信州 隔平湖相望 再往东就是出海口 是四大名阀 会脸青州财富的宝地 因此柳家严家屯重兵在此 将威远城守得铁桶一般 威远城与平湖之间 尚有遍地沼泽的芦苇荡 广无人烟 因此不可水攻 故而 将威远城半包围的顾江城 曾且城和世山城 就是迪奇也选定的突破口 迪奇也带着精兵 从山道快速绕过威远城 不入世山 向西直取曾且 曾且是小城 因为山形地势 无多少地可耕 穷得叮当响 南丁多去威远城做工 老弱妇孺在储君铁机面前 不堪一击 被迪奇也 顺利接管了城池 随后 迪奇也杀了个回马枪 命令左都督 派出小谷部队 换上曾且城中守卫衣物 装作曾且士兵 跑到世山城外 急报曾且失守的消息 世山城守卫 为起一心 城门一开 虎豹狼奇 从一侧幽灵般出现 杀的世山城驻兵 人仰马翻 迪奇也收下曾且 世山二城 将手底下一众精兵 打得心服口服 然后他干了一件事 他以世山城百姓位置 赶着世山城驻兵 去打顾江城 他自己施施然 率领精兵与驻北河 在威远城外会合 静待消息 此举 在原本 对他心生钦佩的手下 朱江坚 惹起了议论 一时之间将清静之心 又退了半步回去 迪奇也每日如常操练兵将 闲时还未卫马 似是毫不知情 驻北河作为此次攻打青州的副将 眼下出兵不足半远 已经打下三成 而直到此时 驻北河才有和主帅迪奇也相处的机会 根据迪奇也出兵以来的所作所为 驻北河脾气再好 也难免觉得 此人过于势才傲武 虽用兵如神 未来如何尚不可知 可这两日军务上短暂接触 迪奇也却是公事公办的表现 并没有刻意自持 不好相处的地方 驻北河才真正有了一份好奇 出兵前 研发谷那个假道士 找驻北河闲话 嬉皮笑脸地说过 主公对迪小哥很是看重 此子虔诚无量之类的评 而江阳更是交托子侄的模样 半居末提亲堂弟 拉着他的手 婆婆妈妈地说了一大堆话 总之是要他多担待 多帮扶抵小哥 主公争霸五年 其间能人一世 如过江之际 或是流星一闪 或是轮于陆路 更多地成了史册间的 无定河边谷 打过好仗的将领并不稀奇 令主公 江阳和阎法谷 都另眼相待的 可就仅此一个 驻北河于战术上并不精通 作主将在争霸之初算是合格 如今储君将才积极 是不必再改鸭子上架 他更善守城礼事 闷头做事 勤恳周全 做副将倒是人见人爱 谁都抢着要 所以 狄奇也这两战 能打服手下武少 却不能辅助北河 驻北河对骑兵骑战的 欣赏能力有限 又身为楚王家臣 他对狄奇也的观察角度 更偏向文臣 而非武将 日后 狄奇也在朝堂上招惹非议 从此处就可见一般 驻北河带着你好的战报 去找狄奇也 狄奇也正在给无双刷毛 大黑马今日也不怎么高兴 狄奇也刷得清了 他就重重地喷喷鼻息 表达老子不爽的意思 狄奇也听见远远来了脚步声 踢踢他的腿 不许闹 无双无赖地 顺势往地上一滚 装死 一副马生 已经生无可恋的模样 驻北河走近 献狄奇也的神居有意 担忧问 病了 狄奇也按住鹅角清金 无奈道 他闲不住 驻北河一脸恍然大悟的神情 果然是神居啊 不愿意休息 一心想上战场 驻北河赞许地看了无双一眼 将战报递给狄奇也 可需删改 狄奇也一目十行 快速翻过 笑了 世山一战 制定战术在我 打仗的却是左都督和虎豹狼奇 不必记在我头上 他不贪功 这让驻北河很是满意 可对手下的称呼 又令驻北河疑惑 狄将军为何对直立将领 如此声说 狄奇也坦然道 名者 戴称也 名姓不如直位清楚 这个话虽不错 可也显得没有人情 然而驻北河转念一想 狄奇也如此对待武少 却也是不攀不富 不党不私 颇有纯臣风范 这下 更令驻北河自叹不如 于是 驻北河看着狄奇也的眼神更为欣慰 斯吉进来武少监的议论 有心提点狄奇也道 将军以百姓位置 驱使世山城驻兵攻打顾江城 虽是妙计 但与将军名声有损 多遭非议 切不可再行 狄奇也祈祷 耗费他人兵力 总比耗费自己兵力好 这样都有非议 那就让他们一去吧 三人成虎 就算你不在意 若令主公误会 岂不冤枉 驻北河当他年少气盛 所以台出 顾列来说是 希望他听进去 狄奇也却笑起来 一挑眉 万分潇洒道 名声这种东西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不在乎 顿了毒 不道 主公不会误会我 驻北河莫想到 行兵奇鬼的狄奇也那里 居然是个死中天真的鱼目脑袋 巧的是 狄奇也一番交谈下来 觉得驻将军此人 和顾列说的一样 是有些呆 驻北河素来话少 今日难得 有心劝人 反被狄奇也的 纯臣天真震撼 一时找不出话来 二人相对无言 无双还躺在地上装死 此时有快马跑来 小族滚马下跪 二位将军 顾江成祥了 顾江成祥 便可行围城之计 狄奇也看向驻北河 云淡风轻道 驻将军 得劳你重写战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各种支持 欢迎订阅 多请不吝点赞 订阅